新城地產街 主持 余錦鴻 林潔盈 樓市焦點 新城地產街 星期六下午 新城地產街 余錦鴻 這個禮拜真的有很多關於地產的新聞 在假期前夕 行家都很忙 很多政策 每個人都在想政府出什麼招式 有幾個招式 今天請兩位嘉賓跟我們談談 包括有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 蕭國偉 也是公澳聯會總幹事 你好蕭國偉 另外也有司老闆 中原集團 主席施永青 一起跟我們談談政策的問題 先問一問 司老闆 空置稅說了很久 終於落實了 空置稅對樓市有什麼幫助 可不可以令樓價下來 令人上車 令樓價下來的機會相對低 因為樓價受很多因素影響 而現在最主導的因素 都是貨幣因素 錢多的 實體經濟又不是那麼好回報 股市又不是那麼好回報 所以資金還會流入房地產 但是空置稅 會不會產生一定的效應呢 效應一定有的 不過 未必是對消費者有利 為什麼這樣說呢 其實現在發展商是很積極賣樓的 即是未入伙的樓花 早就申請如售批文 到了有空置稅之後 這些積極賣樓花 其實就沒有那麼迫切了 因為很久都沒有收空置稅 那它會賣哪些先呢 那便找回以前賣不出貨尾 那些貨尾賣不出 多數都不方點靚的樓 看著垃圾房 一字樓 或者進來推 還是放在這裏 或者間隔不是那麼好 那發展商就 當然是跟經濟說 不要買那些字了 那些有牌也不用罰的 你先給我賣這些 這些我就要被人收空置稅了 那些消費者來到 便逼他賣那些貨尾賣貨尾賣 變成新盤 他可能不那麼積極推 還有發展商覺得自己其實不是做得差 即是入伙前賣了差不多七成幾八成 入伙一年後 通常都賣了九成以上 其實是的 那你這樣還罰我 如果像我這種情緒中人 你要罰我 我會生氣的 生氣的 會不會有些報復行動呢 不要對著槓 我按張工作就麻煩 你本來批地的時候 其實政府怕他還沒蓋完就賣會爛尾 所以不讓他賣樓 政府原有的政策是阻礙發展商太快賣樓 所以要他申請concent才給賣 條件多多 現在 你既然不是說要我蓋好才賣 我就蓋好才賣 我全部都不申請concent 不申請concent是沒有罪的 不申請concent是他原本的期望 另外 什麼時候蓋好呢 我現在拼命蓋 蓋得快 還未到期 如果我真的想延期賣 我就遲些去拿入伙子 我看著他 批地條款幾時要蓋完 有六年啊 一波 那他就不蓋子了 那政府是不是捉蟲呢 明明人家很積極賣樓 你又說他團職居期 那你無緣無故罰他這麼重 就罰得少啊 現在說200%的猜響估值 猜響都是收5% 我之前寫文章說 10倍猜響都很厲害 四十倍 四十倍猜響 那我相信 我這麼勤力去蓋樓買樓 你還罰我 那我如果鬧情緒 我就申請遲些才申請concent 你遲些才申請入伙子 你的地契條文有多少空間 我用到盡 那就龍巧反絕了 我想問一下趙國偉 施先生這樣說 你覺得 其實政府的空置稅 是否會令市場的供應減少 就像施先生所說 要不然會增加呢 施先生當然是這方面的專家 我們又不是專家 不過我們覺得空置稅 其實我想都是只是cut 不是一個很解決到現在的樓市問題 可能會有些人說 有大概九千至一萬個空置的單位 可能最終都釋放了一些單位出來 但是剛才阿施先生說到 有些政策都下來了 但又是最拆的 可以拆解得到 其實長遠來說 回到最重要的問題 就是你不夠單位 未來幾年都見到 不是很多單位可以拆出來 這個你現在只是可能 應付著一個環境 我想空置稅也不會令樓價推低 現在這不是關鍵所在 不過做了 可能有些姿態上 有些回應到現在的狀況 如果空置真的很多 空置稅也是有作用的 即是發展商真的很多樓收賣不賣 即是買了五成就拿著五成 如果出空置稅就會被控制賣 雖然現在200%的參享股值 其實都是等於大概4-5%的樓價 現在今年上半年樓價都升了11% 那你收我5%也左右不到 還有6% 即是如果我認為遲些貴 他仍會持久一點 但政府可以學一些地方 第一年收5% 第二年收10% 第三年收20% 如果賠真的話 這樣一路都可以逼到他賣 那影響力會大一點嗎 其實作為經紀 我的利益其實是 你最大 趕快賣 他逼他賣樓好過不逼他賣樓 但我來做評論 我不是只講我的利益 如果在我立場 最好收貴一點 發展商就要快點買 但我覺得現在 如果空置相對低 我們公司就有大數據 就完成了 不是說9000 7000 不是3.0 我有了個位數字 如果說 17年入伙的樓 剛剛未夠 入伙未夠一年 就賣了7.5% 貨美加代售單位 有4495個 如果是16年 即入伙一年有多 就賣了92% 貨美加未開盤的 是1277 如果是15年前 即3年前 賣了99.6% 其實差不多都賣了 從歷史上積累到15年 都是1742個 如果是入伙一年後收 其實17年入伙的 都未完全夠一年 所以加起來大概5000多個 一定沒有9000個 另外 另外想問一下 除了空置稅之外 看到樓價高企 政府正在研究 將資助房屋價格和市場脫勾 其實已經通過了 其實想問一下 接各位 作為房委會委員 其實對於這個提議 是採出什麼態度的呢 我們過去都說了很久 資助房屋 其實按著市價 一邊升一邊走上去 即去到一個 最近一期 有些去到400萬以上 也升到很大 很貴 如果你是去脫勾 以用一個負擔能力去計算的話 相對一定價錢是便宜 便宜很多 對於一些 可能在過去 57000元 即以下那班 即3萬多元那班 現在可能有機會 買得到 或者負擔得到 過去五萬多元 他們可能就沒問題 但是這班 在邊緣位置 我們都有分析 他們負擔的比重是比較高 其實會不會創造了一個新的階層呢 以前我們要是公營房屋 要是私營房屋 現在政府就說 居屋本來就是給私營房屋的延伸 慢慢都會變回私營房屋 例如你補了地價 但是現在政府說 不同市價掛勾 變成居屋差不多永遠就是公營房屋 住宗的階層好像很難有變化 施先生有什麼意見 在這個角度 我覺得脫勾是應該的 因為掛落市價上 現在市價偏高 連政府都要出辣椒、空置稅 希望壓低市價 你沒理由掛落一個 自己都認為不合理的價格上 所以我認為按照買家的購買力去定價 這是沒有錯的 問題是會不會出現一個新的市場呢 我其實是一直贊成出現一個 跟私人市場角列的 民生所需的本地上車市場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私人市場很明顯受到 投資因素、外來因素所扭曲 如果靠私人市場去幫普通人買樓 此路不通 因為現在的樓價跌多少才能買得起 一成、兩成買不起 三成、四成、五、六成才能買得起 說五、六成就金融豐富了 現樓的樓主又可能很頭痛 信貸危機 所以那條路是走不通的 所以一定是要有一個分割的 本地的上車市場 在這個位置我們先休息一會 回來繼續談房屋政策 繼續 樓市焦點 繼續回到樓市焦點 我們有中原集團主席施永青 在這裡也有房委會 支助房屋小組的委員之各位 也是公屋聯會的總幹事 休息之前說了政府 臨到6月底的時候 就公佈了幾項的措施 希望看看可否對樓市方面有些影響 不過特首就說明這些措施 都不能壓抑樓價或增加供應 而現今這個策略上 沒有一個目標是打擊樓價 我想問一下施老闆 其實我們經常說 資助房屋不夠 資助房屋不夠 但施樓也不夠 其實現在的比例上應該怎樣 我雖然主要是做私人市場的生意 但是從社會整體的利益來說 正如我剛才所說的 私人市場的價格這麼高 你再增加供應都幫不了要上車的人士 所以政府是有需要另辟一個新市場 去幫助賣不到樓的人 在這樣的情況下 政府現在打算把原本給私人市場的土地 好像放狗塊出來 就拿來蓋那些港人上車盤 這個在現在的局面下 我覺得都無可口非 如果土地供應夠充足的話 當然你另外撥些地出去蓋 現在就要在私人土地 私人發展的用地拿出來 其實如果你有留意 我之前也有主催這件事 我還要求得高 我說拿私人土地的一半 拿出來給香港人用 那私人樓會不會再貴更多 當然私人土地拿了一半出來 私人市場的供應是會少的 但私人市場現在大部分是賣給投資者 賣給海外 買第二間樓的人 那些迫切性不太重要 即使升下 都影響不到民生 將來土地供應增加 再回馬槍來對付這邊 現在才對付民生需要 因為社會上的確很多年輕人都買不到樓 你用私人市場去壓抑樓價都壓抑不來 所以不如整檔新的 整檔新的 都不是公屋 是另類型上車的新階層 其實你覺得會不會影響公屋的土地供應 因為公屋現在排隊都超過五年 有些人說會不會很快登陸 即超過六年等候的時間 如果改變一些私營房屋 用地去發展公營房屋 即未必一定是公屋 或者可能是資助房屋 其實會不會分駁公屋的來源 其實整體的公營房屋都是不夠的 即公屋未來這五年的公營量 大概平均只有15000間 佔長冊比例大概是75% 那支助房屋 差25% 那支助房屋的比例更加少 即未來只有5年25000間 平均5000間一年 60%左右 一對比之下 剛才阿施生的觀點也同意 即如果可以將一些 即未來這五年公屋的比例 叫做一半一半 即屋營大約是10萬 公營都是差不多 長冊廣道明6.4的比例 總量不說先 總量追不到 6就是公營 6就是公營 屋營就是4成 但現在說5比5 我建議先達到長冊目標的比例 總數我不追不到你 即是沒有地 所以我都建議 同意將一些私營土地 轉為公營房屋 特別是建一些資助出售 例如居屋、陸置居 甚至可能手指盤這些 畢竟剛才也說到樓價這麼高 根本你都買不起 那支業需求都在 現在轉去一些出售的資助房屋 都同樣可以滿足到一些人 他們買樓的需要 但相對地價錢 比私人樓宇是便宜的 我覺得這可以補充到有資業 在公營房屋的短缺方面 也可以先減輕負擔 現在沒有 全民說有9幅地 大概有1萬個單位 等於一年的長冊建議的資助房屋目標 數量都多 這裏我相信轉換 其實都是面對現實 現在我們看到公營房屋比例 真的是短缺的情況 是有在 話說想問問施生的歷史 八、九十年代 居者有其屋都佔了一個挺重的市場比例 後來沒有了 現在就加上資助房屋的階層 其實是否即是居者有其屋 其實跟居者有其屋是差不多的東西 不過這屆政府分成不同的階梯 最低那層就是陸自居 買的單位跟公屋差不多 收入水平低些 給公屋裡的人搬出來用的 第二個就是原有的居屋 第三個是首置上車盤 但這些首置上車盤 即是以前的隔屋 我自己覺得 不用搞這麼多種 一種已經搞定 就是類似公屋 因為公屋都是被人首置上車的 陸自居居全部都是首置上車盤 但我就傾向將日式上限 是降低一些的 咦?降低不是還買不起嗎? 不是,降低一些才會 計算出來的價錢便宜一些 現在是按照日式來推論的價錢 因為現在居居差不多 現在居居售兩至上千萬 於是上車盤 計算測到差不多到六半 香港九成人都投資申請 讓這麼多人出來申請,就是抽不到一千 那你要集中力量幫那些基層 可能還抽到那些七萬那些,三萬那些都抽不到 所以我就認為,將日息上限降到三萬到三萬五左右的水平 先照顧這班人,五萬以上,你收入都比人家多兩萬 那就租一下樓先 但是在私人市場都是買不到的 租樓先,別人住劏房 社會政策多數是傾斜的 傾斜就向能力不足的人傾斜 低一些階層傾斜是對的 在這個位置,我們先休息一會 繼續回到樓市焦點,直播室內 我們有公屋聯會總幹事 趙國偉也是防委會資助火小組的委員 亦有中原集團主席施炳青 有請之前提到政府的幾招招數 包括C樓改建公營房屋 新居屋和陸資居和市場的價格脫鈾 以及開增空置稅 我想問問市老闆,現在市場越升越有 升到你不順 其實在現在的土地資源分配之下 似乎新供應上穩都難了 接下來將一些C樓又撥回去 做一些資助房屋 那C樓供應就會越來越少了 會不會還繼續推高樓價 或者支撐住樓價繼續影響 現在你什麼都沒有做樓價 都仍在升 因為現在樓價升 跟需求的關係都不太大 跟用家的需求關係不太大 但是跟擁有資金的人的投資偏好 是很有關係 現在其實很多時候 是有一個不理性的成交 成交了,每個人都以他做指標 理性地跟隨 人家都可以了 我們就在一起 初初就不是很合理 有人跟隨便變成合理 這種情況就是現在市場的情況 跟供應多少 關係都好像不太大 我自己看 如果真是將來 香港人每個在香港出生的人 一身人之中有機會買一次上車盤的話 民生問題解決了 政府是可以減少對私人市場的干預 那些辣椒也不用切了 因為辣椒也幫不了那批人 你現在自己切了一個新的市場去幫他 那你就不用干預的市場那麼多 香港是一個自由港 是給別人來投資 歡迎別人來投資 很難說 這個算不算參加了新加坡的政策? 這個跟新加坡 新加坡也有管私樓 但他最近都開始減少 放鬆了些 但新加坡的資助買房屋的比例很高 很高 九成 而且居住的面積比我們更大 越來越多 他們千多二千呎 四房 人均是二百多呎 跟香港是160呎 多我們一倍 那我想問一下 你怎麼看現在的樓市 還是不需要看了 我們 反正都買不到那些貴的那些 那我們就集中想想 政府的資助房屋算數呢? 現在的資助房屋 就說 調整居屋的定價機制 估計單位的售價由市值的七折 會降到大約是五、二折左右 說都是修改居屋的定價時 就看負擔能力的測試 不會再以白表家庭入息的上限 去量度負擔能力 現在面對現實 因為樓價去到這麼瘋癲的狀況 要買 首期成本又高 買得起公款的能力都要很強 如果現在 居屋這個所謂脫勾 其實就不單單單是居屋去考慮 是整個房屋階梯 六字居、守字盤 全部都向下調整 售價都會比以前是向下調整 如果居屋是五、二折 那現在說六字居可能是四、二折 如果四、二折 我估計可能都很貼近那個成本價 就是建築成本的價錢 其實過去出售公屋的話 都是很便宜的 以前租紙單位都是很便宜的 我想這樣的做法 其實真的可以去緩和 私人樓買不起 資助房屋就四百多萬 有什麼出路呢 公屋就申請不到的話 其實每樣東西都不行 租樓 即公屋就過了一個入息常限 過了之後 其實每樣東西都不行的時候 那個怨氣就一定很難去疏離 不過你說現在去把售價降低 也都不是沒有問題 因為供應量都不夠 嗯 你一定會鼓勵到一些 過去沒有考慮資助房屋的人 現在便宜那麼多 可能都想入市 也都想盡辦法去符合他的條件 是的 如果五折的話 可能都二百多萬 三百萬左右 比起過去那一期更便宜 但你供應量如果不可以配合得到的話 其實那個超額的情況 可能預計的話 會越來越厲害 那就是無法照顧獎的人 就越來越失望 嗯 那現在似乎多了一個階層 那以前的怨氣就是 譬如去佔中 就是 我供我沒有我份 資助我沒有我份 買樓我沒有我份 那我就上街了 那這個階層就沒有增加 即是一個新增 它就將這個階梯 其實它是有些優化了 可能用一個字來優化 就是過去其實居屋以前就沒有那麼貴 因為樓價沒有那麼高 那你現在越跑越厲害的話 其實因為同一時間 你申請者的資格又高了 那你的樓價又高了 那麼那個負擔能力 永遠都會存在是OK的 現在所謂脫勾 可能就是它又不會再考慮 即是不斷地去跑那個市值 可能真的按回負擔能力 還有一個情況就是 負擔能力的話 它不會因為你樓價再去升的話 它會有大幅變化 你計中位數 可能你的薪金 可能小老闆也清楚 薪金升得來都是很慢的 舒服也很少 它現在就意果然 非業主住戶家庭 每月入息中位數的計算 去年第四季的數字就是39,500元 政府也建議 將這個中位數的入息家庭 可負擔的單位比例提升至到7.5% 相對地 如果日後再賣的居屋的話 我相信那個價格 你不可以很大幅地 譬如去年和今年可能相差一成 將來可能未必會這樣 因為你按了負擔能力的計算 不過可能在折扣上面 會有調整 可能今次五折 如果樓價再升可能再低一點 如果你脫歐就不要說折了 你經常都說多少折 即是還在拿著市家去掛 他也有個比例 之前為何要說多少折 你是因為將來補地價的事 要計算 我其實不太贊成 可以給這些居屋去補地價 可以補地價 應該不最負 去辦私人市場 居屋建起來 在地契就說明 只能賣給首次人 有需要的人 公屋居民和合資格人士 我們都同意施老闆所說 我們都希望將來 不要再公開補地價 賣就賣給你六百表家庭 即是你說 我到時可能買不到 你的價格不要那麼高 但你自己買都便宜了 或者你公屋不斷蓋的話 其實六表人士越來越多 你不會少的 你越多住在公屋的話 八表人士 八居二也有的 你一定有一個人口比例 可以幫你流轉 你不要買到天價的二手貪圍便可以 如果是一個合理價錢 我相信流轉是一個沒問題 將來可以做一個檢討 我找到一件事跟你不同 今天整天都不一樣 就是六表 我不贊成 比六表人士這麼容易買到樓 大家一視同仁 大家都要符合日式上限 資產上限 才可以買 現在你已經住在公屋 住在公屋 你變了付戶收入很高 反而限制沒有那麼多 反而優先給他買 我覺得不公平 應該同樣的資格 對所有人 但考慮六表人優先給他買 就是退回公屋出來 你應該不考慮 那需要什麼退回公屋 我沒有理由建一間大的 跟他換一間小的 如果我要建多些公屋 我便建少兩間居 我便建少兩間居 即不用給他多一次利益 是啊 這個也是我這樣想 看回特首也有說 以今年出售的一批居屋 為例計算 如果採用新的定價機制 單位售價會下降到110萬到468萬 平均赤價是6400多元左右 既然有這麼多招數出來 那麼下半年的樓市怎樣看呢? 施老闆 我自己覺得 現在這個世界出現著很大變數 即中美的磨擦 我相信美國會全方位去壓制中國的發展 除了貿易上 他賺了錢也不讓他投 他的科技就不會轉移 讓你取得 所以中國經濟可能沒有以前發展得那麼順暢 這件事對投資市場會不會有影響呢? 有待觀察 所以我覺得都適宜少生少少 施老闆比較保守 那招國偉對於資助防空政策方面的看法是怎樣呢? 供應量增加 雖然說脫了歐而已 但問題解決不了就是供應量 如果不夠的話 其實欠的人也這麼多 失望者越來越大 繼續靠土地專輯小組找多些地 今天謝謝施老闆也謝謝招國偉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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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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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